我问一下这个亮哥 这次还有讲到一个这个终极乌铁路 我们看到在这次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跟吉尔吉斯 共和国联合宣言里面就讲到 终极乌铁路是重要的互联 互联互通的项目 欢迎早日实施 那大陆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也特别写 因为这个铁路规划好多年 卡了大概26年左右 也是因为形势比别人强 普丁终于同意了 习近平整个把它搞定 那今年是不是应该可以开始开工了 目前已经完成了这个联合审查 达成了共识 也签署了备忘录 它的这个起点 新疆的卡什 经过吉尔吉斯的南部 终点到乌兹别克的这个东部 全长大概577公里 那建成之后不得了 经过中东地区 伊朗 土耳其 巴尔干半岛 可以直通欧洲 它有什么样的战略效果 昨天我们讲到天然气 对不对 给大家看了那个天然气管线图 总共三条 而这个终极乌铁路建成之后 使得大陆摆脱了石油运输 过度依赖 马六甲海峡的窘迫感 石油运输上 也多了一条通道 来我们先把地图调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 这个乌兹别克 安吉岩 全长是577公里 那进到中国大陆境内之后 又新建了166公里 这是目前在规划 今年应该动工是没有问题了吧 这个就是 如果都可以延伸 那就是第二条中欧半裂 而且没有经过俄罗斯 所以俄罗斯为什么 25年来都反对新建 卡好久 你怎么可以不经过我 因为理论上 它从物资别克过去 就可以拉到伊朗 那伊朗再往前就拉到土耳其 那土耳其再往前就拉到南欧 那没有经过俄罗斯 干嘛要俄罗斯同意 中亚五国是俄罗斯的地盘 对啊 我就是要让你讲这个 我跟你讲 我事实上发现 美国事实上是在俄乌战争 赚到了一些短线的钱 比如说军火 或者是LNG 给人家卖四倍价格 对不对 可是你如果从地缘政治的获利 还有结构上的获利 中国事实上是最大的获利者 因为中国等于本来卡到俄罗斯的 一些比较敏感的议题 全部都被解开了 所以你看那个 中吉尤铁路就开通了 不止 还有中国俄罗斯跟蒙古那一条天然气 也开通了 对不对 然后它现在天然气管线 还要拉过西伯利亚力量 直接通到东北 对不对 黑龙交纳桥也开通了 然后海生威作为内贸港也开通了 对不对 这个以前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事 因为俄罗斯是非常害怕亚洲人的 我应该说非常害怕中国人 因为历史上它被蒙古征服过 而且两边的人口比实在差太远 东北加西北的人口可能有将近两个亿 那西伯利亚整个的人口只有不到900万 所以你去想一想 那以中国老百姓的勤奋程度 又会做那种小生意的勤奋程度 到时候中小企业农民 一定大量的涌进 那他就会害怕 因为俄罗斯是少数没有唐人街的国家 那铁道还故意用成标准轨 我就用宽轨跟你不一样 你就知道他心怀借鉴多严重 但现在也不是不怕 就是没办法嘛 是啊 因为俄乌战争即使暂时停火 这个欧美日韩也不会取消制裁 那他已经想通了 他发现他不是欧洲人 他是欧亚人 他想通了 我觉得这个光是在这个定位上的想通 就造成整个经济的大战略的不同 比如说我觉得习近平 因为今年九月大概中俄 要开那个经济论坛嘛 那那个时候那个西伯利亚的投资计划 有一些戏目就会出来了 所以俄罗斯丢海参会出来 是先表达示好啊 因为到时候他需要中国大陆去投资 整个金额是1600亿美元啊 他多需要中国的投资啊 而且这个欧美日韩的各个工业 基本上就停摆嘛 那这个那么大的缺口谁去补啊 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见的五年内 他跟中国的经济基本上是高度依赖了 那我们还要讲一下另外那个中亚这个意义啦 事实上哈萨克2013年习近平一带一路 就是在这里宣布的 所以今年事实上是十周年 那今年也有一带一路的十周年的高峰会 那个是另外一个会 他是先在中亚 那因为他突然之间啊 我就说中国大陆运气实在是真好啊 美国在阿富汗撤军啊 结果使得中亚的本来忧虑 有美国的美军基地可以介入这个隐忧 现在也消失了 而且美国因为从阿富汗撤军 那巴基斯坦他那个空军基地也消失了 所以这个我跟你讲啊 如果我们说习近平讲的那个百年来的变局啊 我认为真正发生的就是中亚这一大块陆地啊 因为大概从俄图曼土耳其帝国瓦解之后 从中亚到阿富汗到巴基斯坦 或者往上到伊朗 然后到中东 这一大片陆地啊 从来都在战乱之中 那从来进去经营的都是强权啊 都是用军事力量 然后在那边斗来斗去啦 这是历史上 在土耳其那个俄图曼帝国瓦解之后第一次啊 有一个非军事的 是用经济力量 然后他又有那么大的一个分量 可以把大家串成一条线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百年变局啊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 大陆基本上是有比较远的战略员工 他当然会看到这一点嘛 所以为什么要特别开中亚高峰会 因为接下来他就要进一步要稳住 新疆啊 中亚啊 那接下来就要稳住阿富汗啊 那阿富汗下面就是中巴经济走廊啊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土耳其啊 那边要 那个伊朗那边要打通啊 那这个就是你刚刚讲的 可以缓解他依赖 马六甲海峡的整个人员输入的管道嘛 这整个地方以前就是急不安定 所以很难去想象你从陆地可以经营能源上的输入的安全啊 结果现在突然之间这个机会开始出现 开始出现 那他刚好又是铁路基建这种最强大的国家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 真的是百年纪遇 这个是百年纪遇 真的很难想象说这个怎么会有这么多巧合都发生了 以前想不可能嘛 美军在阿富汗 然后俄罗斯 有俄罗斯 像这个像有没有俄乌战争之后 俄罗斯本来也进入阿富汗啊 对啊 结果现在突然之间 天下突然都充满美妙这样 大家都往后退一步 然后中东 俄罗斯本来是接入叙利亚 结果叙利亚现在也跟沙特阿拉伯在和解当中 就好像所有的好的因素都出现了这样 所以就是美俄都退一步 中国就挖呀挖呀挖啥在这里 我刚本来要说你那个 刚开始出现那张 那个很像幼儿园的老师 那个长得很可爱 我说那个应该也要挖呀挖呀挖 今天好红 大家都说习近平在普丁的后院 挖呀挖呀挖呀挖 我还不太了点唉 ap呀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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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呀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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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傅 IRL